打開電視轉31或69台 未視台以遍其他頻道 迪士尼集團基本5頻道退台 誰來替補未定調 NCC延長一次頻道異動 再延長三個月 限是從113年4月1號到6月30號 因為上回NCC只給系統業者 兩個月時間提出收視報告 發現難瞭解用戶滿意度 可能替補進來的五個新頻道 KMTV以韓國娛樂電影為主 Cashplay所訂大眾獨立電影 AMC則是小眾或是好萊塢大片 以及英國公廣BBC旗下 兩大旗艦頻道 其中又以Cashplay表現最優 其實我覺得這些頻道還滿有梗 業者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些 策略思維邏輯 希望能夠去 藉由一些有梗的一些頻道 來跟OTT的一些平台業者去做抗衡 但五個空缺頻道 最後該用什麼標準來取捨NCC這樣說 口中說的質量是希望接替 衛視中文台電影台的兩個頻道 能自製或用買的方式維持本土節目品質 不過也傳出五個頻道裡有一個將被撤換 空缺五頻道爭奪戰 系統業者得端出好料 維持市場競爭 TVBS新聞 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字幕視職員 答案